小病小痛就不用醫 每個月有二萬六千人 因為這個原因做手術 大家好 我是外科專科醫生張浩兒醫生 大便有血大家可能會很害怕 到底是什麼問題呢 今天就跟大家講解一下 不少人發現大便有血 馬上會很擔心 其實有很多可能性 其中最常見的原因就是有痔瘡 其實香港每個月有超過兩萬六千人 因為痔瘡搞到要入院 還未計算沒有需要住院 只是在門診接受治療的病人 痔瘡是因為肛門附近組織異常 充血、腫脹 這個情況其實很常見 平均每三個人 就有一個人受到痔瘡困擾 在發病初期痔瘡可以不癢痛 所以經常被忽略 但是痔瘡發展到後期 帶來的痛楚不單止影響日常的生活 甚至有可能引致嚴重的流血 發炎、腫痛、大便後難以清洗等等的問題 痔瘡可以分為四期 第一期就是痔瘡自己沒有凸出來 純粹是患者發覺有流血的問題 第二期就是痔瘡在大元便 其實有凸出來的問題 但是大元便後 那顆痔瘡自己會縮回到肛門裏面 第三期就是大元便後 痔瘡突出後 自己不會縮回到肛門裏面 但是患者病人 就自己用手指推回到肛門裏面 推得回 但是第四期就很嚴重 痔瘡突出後 無論怎樣都沒辦法推回到肛門裏面 如果塗藥都不行 怎樣才能好得回 治療早期痔瘡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痔瘡結紮術 其實方法很簡單 就是令痔瘡固 固住痔瘡的頂部 令痔瘡沒有血 過了四五天之後 痔瘡就會萎縮 然後脫落 這個過程其實很簡單 但有十五分鐘便可以完成 大至於中至晚期痔瘡 就要考慮做傳統的切除手術 不過傳統切除手術 是需要全身麻醉進行的 整個手術大約一個小時 醫生會用電液手術刀 將整個痔瘡切除 相對來說 其實這是一個比較徹底的方法 治療之後 是不是很快便康復 可以走就行了 其實痔瘡結紮術後 第一天是最不舒服的 肛門裏面會有些灼熱 赤凍的感覺 但這種感覺過了一天之後 開始已經減少了很多 少許不舒服 頭三四天都會有 但過了三四天之後 感覺越來越少 去到一個星期 基本上都沒有特別的不舒服 傳統的切除手術之後 其實傷口就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消復完 一般來說 我們說要五至六個星期 整個傷口才能埋到口 原因是因為割完之後 沒有辦法亂針 要讓它自己慢慢生出新皮 還有新的黏膜 才會癒合 做完痔瘡的手術之後 其實大家最希望 不要再翻發這個疾病 但最關鍵是什麼 可以減低翻發的機會 就是要有一個良好的大便的習慣 但我們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 究竟其實大便流血 是否真的因為痔瘡 會否有其他原因 更加嚴重的疾病引致呢 例如我們最擔心的腸癌 但其實大家要知道 原來腸癌在早期 特別是第一、第二期的腸癌 基本上沒有病徵 有病徵通常發覺 都是第三、第四期 很後期的 後期的病徵常見是什麼呢 就是大便有血 肚不舒服 經常急便 最有效的方法 當然是做大腸鏡 或者我們叫做結腸鏡 手術最常見 都是用日間的手術方式去進行 可以在醫院的日間中心 或者在內規鏡中心做都行 我們是會用監測麻醉的方法 令到病人在整個過程裡 一點痛楚都沒有 做的時候 如果醫生看到有蜥肉 可以割除 但是如果不幸 看到大腸癌 就會拿組織去化驗 做的過程 30至45分鐘完結之後 基本上在中心 休息多1至2小時 就可以回家休息